上个礼拜四 纽约的短片的callback 有两场信各试了两次 感觉上还可以 就是还基本OK 然后跟导演聊的也还不错 对这个人物和导演的整个剧本的想法 Audition的过程还挺好的 我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不太去想 但当然很期待 如果有可能去纽约拍片的话 我会很开心 我为了去强调这个人物 我就自己给自己录了一个视频 我就假设我就是那个人 我就用那个人的 我以那个人的身份 在讲自己的事情 就瞎讲 我来美国18年 当时女儿才两岁 当时还是挺有憧憬的 想在美国创下一番事业 然后能够以警还伤吧 生活所迫 当时选择开一家 被迫 选择开了一家 浴室店 可能因为是我当时学的专业嘛 我当时学的是珠宝鉴定 但是我压根在这边就用不上鉴定 只有手工加工 那你知道这样的加工 是不可能赚到很多钱的 我也不是一个善于经营的生意人 所以 这店开的就 挺勉强的 就是能大概吃口饭吧 但是你说在什么好挺难的 所以太太也一直在工作 两个人工作 她的 她的工作 毕竟是 毕竟是服务行业 所以 有些小费 还可以 但是我这边的话 因为 现在这个商场的 经营状况也不好 再加上我本身这个 行业来说也 在 虽然我手艺是在 不断的提高 但是 确实生意很差 甚至有时候 买到一些假的浴室 还会亏钱 一晃就18年 我觉得唯一 值得我 高兴的就是女儿了 一直都听话 而且最近 还考上普林斯顿 现在考虑的就是学费的问题 我甚至想把我的店 卖掉 转让 可是 有谁愿意接手呢 就 整个商场就萧条的 就 没什么人做生意了 就 大概 有三分之一的 老板都已经测了 所以 后来 尝试过 就是 找人接手 是不太可能 可是 你想 女儿上了这么好的学校 你 你 你能不支持她吗 对吧 你 总得想 你总得想办法吗 我老徐啊 活了半辈子 觉得 这一点我是不能辜负我女儿的 他妈 老徐这点能耐还没有吗 老婆倒是 我非常 不同于她的想法 就是 去找别人帮忙 还有就是 对 对女儿 上大学 反正觉得就是 上一个普通大学就好了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你说 人家要想 想上这个普林斯顿都上不了 你 我们女儿自己考上了 你还 你还 不让她上吗 你 这点钱对我们来说是挺多的 但可是 你 你 你能随便向别人开口吗 作为一个男人 我 我会有办法的 所谓 车到山前必有路 对吧 我相信 我甚至想过 一些 极端的想法 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但是 我觉得值得一试 二十九万六 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我得 想各种办法 唯一不能 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 让老婆去找别人去帮 我唯一确信的就是 这个钱我一定能搞到 对吧 不管什么方法 一定要让女儿去上这个大学 上普林斯顿 有了这种感觉 你就自然会出现那种 behavior 那种状态 有了那种状态之后 你就有了那些语言 所以 所以 有时候 通常很 就我刚开始也会 第一会想到 台词怎么背 怎么说好这个台词 其实这个台词是 它的背后是这个人物的动机 它的性格 它当时的情况 才会有这些台词 但是 如果是最初级的话 就是你是看到台词 然后再去 想象它 所以的话 你要 首先要懂这个剧本 导演的 用意 他的 想要表达的东西 然后这个人物的 处境 他的人格 特点 他的性格 他的 他的工作状态 他的生活状态 他的经济状况 他的身体状况 所有的 跟他有关的情况 你是不是 就是 给他有个设定 而且有个比较正确的设定 有了之后 你那些 台词 就非常简单 你就 自己都可以说出来 是你自己 跟这个角色有联系的 我说 你就是 那个 的